对英方施压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应及非常任法官辞任 并借机诋毁香港国安法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香港国安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保护的是广大香港市民和外国在港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 香港国安法实施近两年来 香港法治得到切实完善和更好保障 香港法治指数继续在全球名列前茅 外国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英方的攻击指责完全是指路维码颠倒黑白 英方打着维护香港法治的旗号 悍然以政治手法干预和破坏香港司法 这一行径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是对法律制度的亵渎 充分暴露出英方的伪善面目和双重标准 遭到香港社会各界包括司法法律界的普遍反对和谴责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的法治将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轨道上 继续得到巩固和完善 个别外籍法官的离任 个别国家的抹黑 对此不会有丝毫影响 英方无论是打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牌 还是打英籍法官牌 都阻挡不了香港游乱极致 游致极心的大事 也动摇不了中方坚定不宜贯彻一国两制 捍卫国家安全 维护香港法治的决心 我们奉劝英方立即停止拙劣的政治表演 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 任何扰乱香港法治秩序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 都将注定以失败告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